陈江和在袜场卸货 却听到工友说这批货被上海推回来三次了 陈江和立马来找厂长 却听到厂长在第三下次的请求对方收下货物 因为厂子已经两个月没钱发工资 却被对方拒绝 陈江和听到后立马向厂长主动请应 卖出厂里挤压的货物 厂长根本不信陈江和有这个能力 但想着现在连工资都发不起 便决定给陈江和一个机会 并许诺陈江和 只要能卖出去 立马升他为销售科科长 陈江和得到许可后 签给邱英杰打电话 让他在市场上宣传 当初袜子大王洛宇珠寄货的袜场找到了 让商贩们都来厂里寄货 另外利用自己前几年走南闯北节下的人脉 让全国的商人都来袜场拿货 结果才半个月的时间 厂里积压的几万双袜子全部卖出去了 这下厂长高兴了 打算实现诺言 让陈江和做销售科科长 怎料陈江和根本不想当 反而向厂长提议 自己想新成立一个设计部门 便被动为主动 改变过去的营销模式 得到厂长的许可 陈江和立马干了起来